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联合报的头条也是 如果ETEC重复扣款严重 最快在5月解约 再来看到的是自由时报 军审法修法之后 传出监察委员 企图替叛逃中国的林义夫来解套 而中国时报则是专访了柯文哲 他表示如果当上了台北市长 将会比酷吏更可怕 有问题就看 而了解完了三大报的头条之后 继续来关心的是 立法院在月初三读通过的地政事法修正案 明定土地代书 如果把房屋交易价格登录错误 只要在限期之内改正 就可以不必受罚 外界质疑这项条文将会让实价登录 变成虚晃一招 中央政府也对修法内容 非常的不满意 行政院长江一话 昨天宣布将对地政事法修正案 提出复议 立法院今年1月3号 删读通过地政事法修正 原条文规定地政事必须在房屋买卖交易后 一个月内申报实价登录违反规定者处罚三到十五万元 但修正后加注限期改正而为改正者才罚款 给予地政事这七到十天的改正错误缓冲期 行政院解读 这将为有意违法的不效业者大开方便之门 将造成实价登录制度的崩解 因此行政院长江一话 紧急在上午宣布将对地政事法提出复议 将一话全程说明行政院提出复议的理由 主管机关的内政部长李鸿源 甘坐在一旁脸顺凝重 外界质疑地政事法的修正条文 在去年十二月四号就在委员会内出审通过 虽然李鸿源曾经提出异议 但出审之后到三读 一个月内的时间 为何没有坚持立场来反对 对此将一话定调 会出现这样的落差 是行政立法两院沟通不良 内政部的立场跟今天这个新闻稿的立场 一直都是非常一致的 只是很遗憾没有被采纳而已 我们在法案最终阶段掌握的讯息 还不够充分 我们将来会改善 江一话上任不到一年 去年对会计法修正提出复议 如今对地政事法复议 总统马英九2008年执政以来 共提出的两次复议都在江一话任内 恐怕引发对江内阁负面的政治效应 此外在传出内阁改组前夕 是否可能导致李鸿源遭到撤换 江一话表示 这次复议案无关内阁改组 也不会针对阁员来究责 记者林玄吴家宝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